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在河南的第二天行程囉 我現在曾經吃早餐了 登登 河南早餐 就也沒有什麼太特別啦 就是還是吃我喜歡的東西 這個是很特別的 它是這邊河南特有的叫做胡辣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它裡面好像有木耳大腸 還有就是麵條之類的 我來吃吃看 那我看到花生 有一點微辣 我覺得是應該應該有胡椒的關係 神奇的湯種 還蠻辣的欸 因為它有胡椒 我們早上呢 它的神旅遊局就是有開個小會 所以之後呢我們就來到了這個 沙窩森林公園要來吃午餐了 有種剛吃完早餐就要來吃午餐的感覺 今天一樣非常的熱 然後我超狼狽的 因為我不僅還在感冒 結果我昨天生米奇來了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狼狽的狀態 我昨天看到沙窩的時候 他以為是要去什麼沙漠地帶 結果發現這邊其實是一個森林公園 然後還有餐廳 蠻有趣的 那個後面超美的 很適合來拍假扮王美這樣 可是我今天人真的好腫 我們點了一個抹茶紅豆冰沙 看起來 是不是很掛工 我們現在要前往開封府啦 我們來到了開封府 新正年齡之夜 那麼在官場上的有這樣句話 共生米年生威 就是流水路上很亮的氣氛 告解公園的 那麼時刻在小巷 各位可以看一下正好這個 我們在公園的大堂 開封府找個北平客戴大堂 不要到公視 抬頭 很多見面 我們爬上了這洞哦 现在呢 带大家来看它外面的景色 古巴 超像古装剧里面的那个场景 现在大家在这边看到的所有的建筑物啊 都已经是重建的了 所有真实版都已经被黄河水给淹没在脚底下了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龙庭景区 今天来这个龙庭 首先呢 我们这个龙庭的正门呢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在意的名字叫 龙庭的正门 中间设施没有玉带这样的名字 玉带桥 玉带桥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秘宝 皇帝其实是很任性的 因为他拥有最高权力 又无人监督 他有的时候呢 会 做一些很突兀 我们现在要登上龙庭哦 可能有第一次 1983年 年纪的年纪 很突兀 这两次 1983年 年纪的年纪 年纪的年纪 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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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来到了红桥 导游说呢这个也是1998年才重建完成的桥 来齐鸣上河园记得要来吃这家杏仁茶 它非常的特别 现在要做的是油茶 给大家看油茶的做法 有点像米茶 然后它会去过 然后到时候也是狗狗的 现在刚刚已经把行李放到后面的饭店了 后面是我们的饭店 然后我们现在要过马路 这马路非常的可怕 这是一个忍车分道的地方 非常的可怕 开这么快 哦我的妈呀 哦我的老天爷 耶 过马路了 后面就是我们今天今晚住的饭店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吃晚餐了 这是我们要吃晚餐的地方 叫小宋城 这是小宋城里面啊 好酷哦 在2017年的夏美年 有很多的过 它很多很多的小店家 然后你看它天花板 超酷的 然后一个一趟一趟的店家就可以点 然后坐在中间随便位置上去 好酷哦 然后像前面这个 好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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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夹鱼啊 然后夹米粉 然后沾点那个香菇 嗯 吃起来很像蜜地瓜 这个要沾 吃完晚餐之后 我们回到了清明上河园 因为我们要去逛附近的七圣角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晚上的清明上河园 它的入口变得超美的 整个都开灯了 好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它旁边那边的叫做七圣角的地方 我们要去逛街 刚刚的晚上很棒很好吃 我觉得在小宋城里面的餐厅都还不错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当地河南的美食小吃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它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呢 很推荐去小宋城里面吃哦 这边就是七圣角咯 上面行的七圣角 古色古香的建筑装里面还是有很多现代的商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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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為都是自然粉的味道所以其實沒有什麼腥味 其實還不賴耶 沒有想像中中那麼無心 其實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羊眼睛吃起來還蠻像干貝的 就是裡面是軟的外面是脆的 再來我們來吃烤麵筋 就是烤麵筋就是烤豆腐 拿袋子去 拿袋子 拿袋子 再來我要吃的是烤麵筋 烤麵筋 好奇怪的東西 這皮你黏在我牙齒上 很燙 沒有人能救你 我倒還蠻奇怪的 有吃雞 吃雞 他剛剛把優格到底吃 這是花生 這個叫山楂 山楂 那個紅豆 紅豆 然後每個葡萄乾 葡萄乾 什麼葡萄乾 什麼葡萄乾 他到底甜太鹹了 然後我們點藍莓口味 所以他加藍莓 藍莓味好重喔 感覺很畫風 咕嚕 這樣